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王群光医师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台湾非常流行的第二型糖尿病 还有怎么样利用自然疗法来治疗 其实糖尿病就是吃出来的一种毛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人身体里面的葡萄糖 就是淀粉 碳水化后变成了葡萄糖作为能量的来源 不能超过50% 这量 那么这个酮体要占40% 还有就是妈妈的母乳里面也是接近这个成分 请大家想想看你平常是怎么吃东西的 如果你是这个米饭 面食 水果 馒头 包子 地瓜 马铃薯 吃得过量的话 那么你得到糖尿病的机会就很高了 如果你面粉吃太多的话就表示葡萄糖是你主要的能量来源 那油脂反而吃得少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油脂它不但吃能量的来源 它也是一个细胞膜很重要的这个成分 我们诊断糖尿病的标准就是说 糖化血色素超过6.5 饭前血糖超过100个米粒 我们吃下食物之后呢 食物里面的淀粉碳水化合物就会转换成葡萄糖 葡萄糖会刺激胰脏分泌胰岛素 这个T字形的就是胰岛素 胰岛素它就是一个钥匙 它会插进这个胰岛素接受体 这个是钥匙孔 这个钥匙钥匙孔 然后呢 把这个葡萄糖的大门打开 这个葡萄糖的大门打开 葡萄糖就会进入细胞里面 葡萄糖进入细胞里面呢 就会跑到粒腺底里面 然后燃烧 锅炉燃烧 然后产生这个能量 如果你的油脂吃不够 细胞我的品质就不好 甚至胰岛素本身品质也不好 就等于是钥匙坏了 钥匙孔也坏了 所以呢 你的这个葡萄糖的大门就打不开了 如果你淀粉它水化物吃太多的话 葡萄糖过多 那么你的这个粒腺体里面 燃烧葡萄糖的这个硬氢 就会受损 提早报销 你葡萄糖就没有办法利用啊 血糖就会升高 所以我们治疗这个糖尿病 第二型糖尿病的这个一个原则 就是不吃糖就没有糖尿病 既然身体已经无法有效利用葡萄糖 那么我们就要来找替代能源 就是用酮体来作为替代能源 既然说低油饮食是错误的 那我们人要吃到多少的 Omega 369好油才足够呢 我们经过精准的计算 就是每公斤体重每天 最少要吃到一cc的油 那你也可以吃到两cc 这样对健康非常的有用 我们以一天吃100cc的油来计算 100cc的油会产生900卡的热量 我们一天的总热量 如果需要2000卡的话 900倍2000球得到45%这个数字 我们正常人的饮食就是 碳水化物占50% 油脂占40% 所以我们吃到45%才叫做正常饮食 如果是一个已经得到糖尿病的病人 他就应该吃低糖生酮饮食 用酮来取代糖 就是10%到40% 如果像我一样得到一个重症的糖尿病 就要吃断糖生酮饮食 就是你的碳水化物 大概只能够占热量来源的2%到10% 焦糖溢 你自己的糖尿病 你自己的糖尿病 就不错了 你就不错了 你自己的糖尿病 你不错了